关于银行账户 对开设银行账户进行说明 在银行开户需要以下条件 预计因工作或留学在日本逗留六个月以上有住民票 取决于银行可能会有所不同 还有开户时需要以下四点 第一是印章 租房时需要印章 在日本签约时需要印章的时候很多 请准备好 印章可以在印章店买到 第二是电话号码 第三是在留卡能确认是本人的文件 第四是可以确认地址的文件 租房 在日本住处一般是通过自己想住的地方的不动产店 向想租房的人介绍各种房子的店来寻找 申请入住后通过审查就可以签约 签合同需要印章 护照 债留卡 住民票 收入证明 工作证明书和在学证明书等 租房时 除了房租之外 还需要押金 租房时支付的钱 礼金 决定租的房子时支付的谢礼 火灾保险费 中介手续费 向介绍房子的不动产支付的钱等等 签订租借住房的合同时 需要连带保证人 这是签约者不支付房租时代替房东支付房租的人 如果没有可以拜托的人的话 也可以向担保公司付钱拜托 租赁的住宅 大多没有家具 家电 电费 煤气费 水费也要另付 生活规则 居住日本房子需要拖鞋 另外 注意不要发出噪音 遵守垃圾处理方法的规则等 注意不要和邻居发生纠纷 重点 租房需要花费各种初期费用 请注意在住所遵守礼仪 注意不要发生纠纷 市里为收入少的人准备了市营住宅 一年有两次招募 详情请咨询市役所 向往远国际交流中心以多种语言向外国市民提供信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